这个女人因为上班迟到几分钟 就被上司炒了鱿鱼 心情烦躁的她开车到路口时 前面一辆车绿灯了都一动不动 她火气上来直接狂按了两下喇叭 可殊不知对方心情也不好 她摇下车窗要求女人道歉 女人理都不理她 大叔说自己刚才反应是有点迟钝 但她最近生活艰难 女人怼了句谁不难啊 就开车走了 大叔很生气 患有精神疾病的她 最近既被吵了又被劈腿 昨晚发病的她刚杀了前妻 现在又碰上这么个人 她轻轻直跳 驾车冲上去就想逼挺女人 女人被吓到了 她掉头折返 本以为甩掉大叔 可到加油站一看 大叔竟然还在后面 女人有点慌了 她向一个路人求救 路人好心陪她出去 劝告大叔冷静 但下一秒 大叔直接开车撞飞了她 女人整个人吓懵了 她猛的驾车逃离 大叔却在后面紧追不舍 很快女人挤到一个红绿灯前 她向周围的车主求救 但对方只顾着玩手机 这时大叔使劲撞她的车尾 等到绿灯亮了 女人一脚油门 两车继续展开飙车 一路上 她们险些造成交通事故 女人翻找手机想报警 却发现手机已经被大叔拿走了 这个女人正在路上飙车 就因为一次陆怒症 她惹上了一个精神病 更恐怖的是 对方还是个有智商的精神病 她在加油站的时候 故意顺走了女人手机 因为女人没设密码 她轻易得知了女人所有隐私 她找到女人的离婚律师 假装是女人的朋友进行攀谈 律师信以为真 表示女人最近压力很大 大叔呵呵一笑 谁压力不大呢 他指出 据他所了解 女人的准前夫没啥过错 只不过没钱而已 说完他用律师的手机 打电话给女人 女人找到了大叔留下手机 大叔一边怼他 一边指责他跟律师搞在一起 女人百般辩解 他一边说大叔误会了 一边补偿自己刚才按喇叭的道歉 另一边 律师感觉情况不太对 他正想拿回手机 大叔一拳就把他打出鼻血 他把手机开免提 当着全餐厅的人斥责律师 他指出 就是这种人 破坏了当今社会的家庭 他狠狠给了律师几拳 最后夺过他刀 一下就扎进对方脖子 全餐厅的人都吓傻了 女人在电话那头六神无主 他疯狂向大叔求饶 说自己今早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但大叔表示 自己不会杀他 现在他必须选择 通讯录中的一个人 让他动手 不然下一个对象就是他儿子 女人被逼无奈 情急之下说出自己上级 大叔对这个选择非常满意 随即就挂了电话 这个女人恶心的快吐了 因为碰上一个变态 他今早过得惊心动魄 他打电话报警 但下一秒 大叔又打电话过来 他找到了女人家里 绑架了他的弟弟 杀了他的弟媳 女人整个人崩溃了 你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大叔并不理他 你跟精神病还讲啥逻辑 他逼迫弟弟写了封辱骂女人的信 并让他对着电话念给女人听 大叔表示 女人现在就得把自己儿子从学校接出来 不然就杀了他弟 女人没办法只好照做 可下一秒 警察来了 大叔连忙逃走 女人得知后整个人更加紧张 他让儿子找到平板 尝试定位自己手机 这一下 他发现大叔就在自己前方 他假装冷静 立刻向旁边一辆警车求助 下一秒 大叔一下撞开警车 对方随即就被一辆卡车碾碎 两车再次展开高速追逐 一路上交通事故如连锁反应般炸开 女人慌不择路 这时平板还没电了 抱不了警的母子俩只好自己求生 他们来到奶奶的养老社区 让儿子躲进秘密房间 女人趁机拿出武器躲在一边 等大叔赶到后 他一脚油门 直接把大叔整辆车撞翻 他拿着球棍跑到车门处 大叔却忽然背后出现 一下就把女人打翻在地 他闯进屋内 递到了藏起来的儿子 女人冲进来跟他搏斗 可大叔人高马大 几拳就把女人打得起不来 他操起一条电线 狠狠勒住男孩的脖子 千军一发之际 女人从口袋里摸到自己的剪刀 他大喊一声 趁大叔回过头来 他一把扎进对方眼睛 大叔倒下后 还想愤怒地站起 女人一脚过去 大叔彻底凉凉 事后警察才慌忙赶到 他们给母子俩录好口供 随即就把两人放回家 路上两人正感慨 这次的惊险经历 忽然一辆车急迟过来 女人条件反射地想按喇叭 但及时停住 忍让对方先过 儿子表扬了他的行为 看来这次经历 彻底治好了他的路怒症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精神错乱》 饰演精神病大叔的 正是2001年 获得奥斯卡奖的 老影帝罗素克劳 他用入目三分的演技 为我们生动展现了 压力爆炸带来的恐怖后果 在当今的快节奏社会中 压力和塞车 确实是两件如影随形的事 而也正因如此 才伴随产生了 这么多的路怒症 不过实际上放眼整个生活 这样路怒症 其实不仅仅体现在马路上 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我们也都在逐渐失去耐心 稍微一点催化剂 就能够激起巨大的愤怒 对人和不包容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在故事中 大叔和女人 都是属于这种社会问题的受害者 不同的是 大叔已经从受害者 升级成了凶手 所以才造成了 这么一连串悲剧 而在最后 女人虽然吸取了这个教训 但从片中 形形色色的路人来看 这种社会常态 依旧不会轻易改变 这不禁让人无奈 也让人深思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